前置寫的角色真的很鮮明 然後像 喬喬 這隻喬 然後還有 黃劍 這次猜拳這個角色 猜拳這個角色 有 有 對 但是我們在開始 製作人 製作人 欸 製作人 田園張立揚在我鄉區江母柴志平的輔助下 是個當製作人將翻拍台版《我的野蠻女友》 製作成華語影機 最近在徵選主角 同公司的蔡凡希與段君豪擔任宣傳大使 之前 全之前的形象太鮮明了 會不會擔心 就讓他做比較 我覺得因為兩個時代的一個太一樣 所以 我覺得 現在2021年 2022年 新的野蠻女友應該會很像自己一樣 欸 這張立揚被問 節目中的野蠻女友人選 然後像一些 呃 超小的黑衣裳 然後還有 黃劍 對 這張立揚這個角色 這張立揚這個角色 這樣 有 對 是我們在開始有關的時候 柴姐就說 找 找 那個 長江哥 我們一直想是說 如果 今天這個野蠻女友 她現在已經50歲的話 然後有點會 怕 怕女朋友 然後什麼事情就有點會自己 睡眠 這樣不是你不學亮嗎 你自己會演嗎 還沒有討論到這一塊 但我想應該是說你 想要是比較 那隔壁最染味嗎 所以要拍角色 應該都要吧 在南京有心目中覺得 你有看過這次的電影嗎 有 在國中的時候 在電視才看到 對 你心目中有嗎 在台灣 那你覺得野蠻的話 可能就是 學不到 對啊 因為她也蠻野蠻的吧 她的 本人的特性也蠻野蠻的 所以她的人很好 就是姐姐啊 對我來說就是姐姐 因為我的野蠻的認知就是 對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對 姐姐對兩個都是野蠻的 對 好 什麼意思 為什麼妹妹沒霸野蠻 妹妹也野蠻 就是感覺野蠻不起來 因為妹妹就感覺會比較可愛一點 好 算是要對 那野蠻你有會自己喜歡那類型嗎 自己比較好感受嗎 啊 錯 你有碰過嗎 沒有 對 她的都是妹妹 對 同年齡 你喜歡怎樣的野蠻 就是很有主見啊 就是跟我們說 你必須要做什麼事 你才會成長啊 對 對 我覺得是不錯的 就有點控制狂契心的時候 可以嗎 可以 那立郎妹 你本身有碰過這種野蠻的嗎 嗯 沒有到全部的時候都是 但是也是會 我覺得說比較澳洲的時候 通常都是 呃 吃醋然後或者是 吃醋不想不敢不敢讓人知道 不用一種就是 春一年就很重要 嗯 所以你是可以承受 如果是野蠻的 耍性格 有一些 有一些時候這樣蠻可愛的 但不要一直跌 不會一直這樣 就是